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长相左右 处处关照 欢迎收看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佛教讲众生平等 一个人要被杀 我们当然要救他 你父母 儿女要被杀 当然你更要救他 但是所有众生都平等 我们都要救他 甚至世界人会说 你拿这个去救命 你还不如去照顾老人 他会认为人比动物重要 老人当然要照顾 尽力照顾 想尽办法照顾 但是不是因为照顾老人 就放弃狗 所以一只鱼 一只鱼 一只蚂蚁 对我们来讲都是北部 都是未来佛 都是我们尊敬的 而且要救度的众生 所以念下来 普度众生 永不退转 这一点要了解 普度众生 不要退转 所以默默的做 那就算我们没办法亲自救他的命 但是我们也要超度他 能够救的有限 但是就算今天你可以救一百只牛 但是这个世界上几亿只的牛在被杀 我们不可能全部救完 但是呢 对活的 我们不断地回向 对往生的 我们不断地平等地超度 要有这个决心 我们虽然愿意忏悔 但是更要有实际的行动付出 就像过去我们没有孝顺老人家 那现在你忏悔了 那各位要多去真实地去照顾老人 过去我们偷盗 那现在我们不偷盗了 但是要开始用钱去布施 过去我们杀生吃肉 那现在我们不杀了 进一步吃素了 那是更要广大的救护所有生命 那这样呢 不能光不做 或是用想的 就像很多人我说 他在家里观想放生以轨 我说非常好 修悲心嘛 而我还可以超度无形的 但是不能光观想 你要真实地看到物命要被杀 你要去救他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偿还他的命 那才叫实际 不然呢 就会缺福报 你没有实际的付出 那就不算真正的菩萨道 所以释迦牟尼佛之所以能成佛 他真是用他的生命去布施给众生 之所以会痛 是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 所以你才会痛 释迦牟尼佛有肉体 释迦牟尼佛也显现了各种生老病死 但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说我在痛 因为释迦牟尼佛无我 所以各位 这一点就是我们 为了要成佛 大悲心为根本 但是一定要安住在空性 如果你没有安住在空性 有一个我的身体 你就不好不敢布施 我怕会痛 这是我的钱 然后我就不愿意布施 所以佛多要叫我们一直去布施 才可以消除 我对金钱的占有欲 菩萨道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众生比我们重要超过百千万倍 众生等于佛 所以被醒悟要一半靠佛 一半靠众生 就是要把自己摧毁掉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练习 要练习 所以各位女 以前我们做都把自己做成自己的形象 以前还有人 菩萨把那个相片贴在这上面 就是这样 贴在洞 要把自己摧毁掉 要把自己摧毁掉 你不把自己摧毁掉 每天为什么八观摘戒也不能照镜子 你不要再 我呢 有那个形象 看你 走没跪 因为你喜欢看你自己外表 那就一种相的执着 对自己没有好处 菩萨只有显现 为什么只能看佛像 你要显现佛的心 显现佛的相 不要显现自己的相 不要凸显个性 无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子像 连活着的想法都没有 连长期的想法都没有 要体悟变化无常 离一切像 极见诸佛 所以你要把这些完全都放掉 那各位都 怎样记得得力 但是如何去实践 请翻回 放生鱼鬼 希望大家每天在家里 至少念一遍 放生以鬼 为什么 这是我们对所有动物道的关心 念三遍 甘露诗词以鬼 这是对所有恶鬼道 地狱道的关心 因为我们要 普度六道众生 如果你家有窗户 断了老顶 每天放一些米 或是 像我 新店的时候 他们那些鸟比较大 那是九关鸟 它不吃米 它要吃大颗一点点的 要买大颗的给它 斑鸠有斑鸟吃的 鸽子有鸽子 鸽子最喜欢吃玉米 所以 各种的物名 你给它不一样 但是就像各位 每天要不要吃饭 你要它也要 所以 你不能说 我初一时五才吃一次 很多人说 我放生 我一年放一次 那这样你就 你要几百亿诗 你才会成佛 因为你做得太少 所以希望各位 一天之内 学很多祖师大德 特别有名颜兽禅师 每天定了一百零八功课 一百零八种的功课 这样这么精进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所以每天都要圆满 各种的功课 特别对六道 对天道 人道 人道有穷人 富人 往生者 生病者 也分了好几类 所以你要为他们 各种的 对他们活的人 希望他发财 希望他健康 希望他家庭圆满 要念什么 在藏传佛教 有各种的法 我们也一样 满他的愿 为他念准体重 希望他开智慧 念智慧的 欧阿拉巴扎那底 希望他有空性 为他念心经 希望他将来 往生净土 为他念阿弥陀经 同样的人类 然后 有各种不一样 那当然 各位要开始练习 就像前面这些花 有这么多叶子 每一朵花 一花 一叶 一世界一样 都有不一样的世界 不一样的众生 那要给他不一样的法 所以各位 不要烦恼 不要担心 哦 你的儿子不听话 天天在那边赌博 不做好事 你烦恼对他没有用 你念阿弥陀佛 祈求阿弥陀佛 加持他 阿弥陀佛力量 诸佛菩萨不可思议 一个烟轻载 主就可以制造车祸 制造自杀 制造神经病 制造癌症 连一个鬼神 都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何况是 佛菩萨的力量 所以念佛 你千万不要想 我自己 没办法改变他 可不可以改变他 那你会有压力 会有烦恼 念佛 就要完全相信 佛的不可思议 连生死问题 这个人要堕落地狱 跟他念佛 只要他生起一个信心 佛陀都可以带他 去极乐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的 不要烦恼 你儿子不听话 你老公很铁齿 我会帮佛教 你不要生气 为他念佛 佛加持他 佛可以进入他的心 佛可以创造 不可思议的因缘 让他有机会 碰到这个因缘 而能够相信佛法 哪怕他现在在生病了 这也是个好因缘 我们帮他念佛 会像佛陀会 创造一个 当我们在回向的时候 他觉得不痛 他就会觉得说 哇我在痛 你念佛 我会不痛 他就会念佛 佛陀会用各种的方法 因为每个人 过去都有三根 只是一时的因缘 昏迷了 就像我们以前 也会杀身 也会钓鱼 也会做坏事 因缘不成熟了 现在我们成熟了 乖乖手 八观再见 他这边念佛 拜佛 所以这个是因缘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只是因缘 没有我们找 所以你不要烦恼 你念佛 求佛加持他 甚至你的儿子 因为打麻将 做坏事吸毒 那你顺便用大悲心念佛 愿全世界所有吸毒 打麻将 放异的男人女人 都得到阿弥陀佛的价值 那你要这样 修行人就是不会烦恼 完全一指三宝 就算你现在得癌症 要开刀 你一怕 一烦恼 病就更严重 开刀可能就死吧 冤心在主就要看你这样烦恼 怕 然后呢 他就可以用他的力量伤害你 因为他要报仇 但是如果你的心 很平静 像阿弥陀佛的悲心 冤心在主的力量 死不上来 还被你超度了 为什么 因为他接触你的心的时候 这个黑暗 一直接触光明 黑暗本身就 变成光明 因为黑暗不可能永远黑暗 他一接触光明 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你越怕冤心在主 你越跟别人对立 那不行 所以环境越不好 逆境越来 帮助我们更要发光 光明一现 黑暗就消除 所以不用去消除黑暗 因为黑暗的本体也是光明 所以我想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就直指人心 去看到他的佛性 就像杀人魔王 杨洁莫罗 杀了这么多人 佛陀用他的心 佛陀的心叫慈悲心 慈悲三昧 对着杨洁莫罗 杨洁莫罗的佛性就生起来了 他自然就放弃了杀身 然后呢 升起惭愧心 他也要出家了 佛陀并没有展现什么大神动物 他只是用他佛性展现出来 就像一个杀人的人 他要拿 他要自杀 或是他要杀别人 警察只好把他的最爱的妈妈请过来 阿姨啊哦 他墙就拿下来了 因为妈妈的声音来了 妈妈让他想起了母爱 他就不能在妈妈面前自杀 也不能在妈妈面前杀人了 同样念佛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对方的不圆满 你抱怨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要对我这样 那你还不如拿这个时间来念佛呢 还不如以对方的不好 来成就你的好 但是为什么要把对方的不好 变成你更不好 火上加火 来让自己燃烧痛苦呢 所以我想各位 以前你们经验 现在你有经验 以前你为你老公气得半死 为你儿子气得半死 为了别人你气得半死 那你现在懂得念佛啦 修行啦 就在这个时候 就像各位今天 精进的手包换在戒 做了更多的功德 共生放生 各位刚刚手上拿那只漫女 快不快乐 哦哦哦哦 就叫起来啊 原来这个比谈恋爱还好呢 太快乐了 那种抢救生命的这种法喜 那个就是佛性 原来这个就是佛性 所以也会安排的 像各位这样 我故意安排他们 大家都提一下 快不快乐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慈悲也要有方便 用什么方法 让别人感受到爱 对不对 就像阿公抱到孙子以后 他就不想还给儿子 孙子是我的 因为他抱到了 他觉得 抱到孙 我现在都年轻了 变十八回 他就爱上孙子了 因为